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主料 配以牛肉 猪里鸡肉等辅料 制作而成的美食 以鲜活海棒为原料 吞以滚热的鸡汤而成 口味咸鲜味 海棒是我国海产品中的珍品 肉质脆嫩 色白透明 壳薄 略成三角形 以福建省常乐章岗 品质最佳 个体较大 肉质脆嫩 胃甘美 具有很高的营养和食用价值 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名贵贝类 此菜色白透明 质地脆嫩 胃鲜清爽 富有营养 做好及时醉鱼 口感饱满 回味悠长 制作鸡汤村海棒 主要用到鲜海棒400克 竞鸡肉500克 辅料上需要猪瘦肉75克 配料上需要用到 绍酒25克 筋盐0.5克 味精0.5克 鸡汤村海棒 制作 第一步 将鸡肉块 猪瘦肉片 下入烧开的沸水中 焯水后捞出 在冷水流下冲洗 第二步 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鸡肉块 猪肉片 下入锅中 熬制两个小时 成鸡汤 第三步 准备一碗清水 将每只棒肉切片 棒群切开 同棒牛洗净 一并放入在清水碗中 清洗干净 片成相连的薄片 第四步 将锅里的鸡肉取出 鸡汤 避在纱布上 滤去杂质 第五步 在锅内 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火烧开 将棒尖 棒群 棒钮 装在漏勺里 放入废水锅中 窜至五成熟 盛出备用 第六步 将鸡汤倒入锅中 烧开 第七步 海棒装入汤碗中 第八步 锅烧开后 加入盐 味精调味 最后撇去浮沫 浇在海棒上 海棒肉质脆嫩 适合用测意 好 适合用浓郁鲜美的鸡汤 碙烧 沥涔 鸡汤 一浇到海棒上 瞬间 即熟 立刻上桌 趁热 入口 才能保持海棒的鲜甜脆嫩 不至于辜负大自然的美味奇珍 凭着海棒自身的稚嫩味鲜称绝 咸鲜惹味 一事难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